學術的教修 專家 所做的一些研究 所以其實你要拍那些電影 如果沒有這些歷史可以做一些研究 做比較好的歷史資料的行程 歷史的構築行程 你拍這些電影很困難 所以為什麼 愛上文教基金會就要來成立蘇天水 蘇天學我們爸爸的名字 藍英學台灣的歷史文化研究的瘦博士論文 就是覺得台灣這個土地其實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台灣這個土地的故事 我們現在太不瞭解 我們過去的教學太不瞭解 所以他們不太瞭解這個土地 所以不可能是要自己不去持續這個土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幾年來在撒這個 藍英學研究瘦博士論文 這是這個中心 同時成立這個藍英國際人文研究中心 這個真正的目的目的目的 也同時呢 是有這個教學院的真正的意義的地方 這次有一個想法就是台灣這個未來 就是整個部門是對那個 管理這個荷蘭時代和北部的這方面的研究 這部門的研究其實對台灣的歷史的情動 和它的國際的多元性有很大的意義 尤其這個最近我們知道說這個 台南關西學平進場 剛才有一個台江國家公園 其實台南這個地方呢 這個台江國家公園的成績 跟我們最近在那個馬刀 在那個 有年我要審議進場 在那個馬刀 馬刀高港 我們有一個 藤芳萊的故事館 在那個馬刀的水分頭那裡 有一個藤芳萊的故事館 台南這個土地其實在過去兩三百 我們的變遷很大 這個藤芳萊的故事館 雖然現在成立台 我覺得那個 呈現要不夠好 就是譬如說這個 研究也不夠有環境 那麼台江內海也不夠事館 其實這個 台江國家公園 是你這裡 很需要這個 這個台江內海故事館 就是台江的開拓史 這個台江的開拓史跟那個 台南市的那個 土市富翔的發展 這個中間的五條江的文化 其實那都是整個那個 這個台江內海 遺跡變遷的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大家 整個開拓史都是 很富裕的 非常有吸引你的故事 所以台南這個故事其實是這個 我想 我們這個中間的意義就是希望 不斷鼓勵有那麼多年輕人來研究這個土地 讓這個土地 他可以 不及曉得克巴來 現在衛德聖要爬台灣三部曲 衛德聖現在開始在準備了 明年就開始準備爬台灣三部曲 台灣三部曲的這個 這個 是要打三部曲 這三部曲就是要打 這個 核聚時代 荷蘭人要來台灣 那麼經歷這段時間 第一個 第一篇是要看打 白寶祖的 麻豆蝦 這個白寶祖 怎麼經歷過荷蘭人來進行 到 讓荷蘭人 打荷蘭人 荷蘭人來進行 冰冰冰 這個 麻豆蝦的 館長 怎麼經歷過荷蘭人來的故事 我想這對 台灣這個土地人 將來是這個 很陌生的 這好像不是天空夜譚 但是這是 真心在這個土地 發生的故事 那麼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那個 荷蘭人把 漢人叫來這裡開困 那個郭法衣 依郭法衣做主感 那麼 在荷蘭時代 這個漢人在開困 收編 做故事的經驗 這是第二篇 第三篇 第三篇 是在一個荷蘭的 牧書 在荷蘭 飄洋過海 要整天 要整天 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在台灣所做的 他的這個 三天 現在他去計劃 好在那裡 打 我想這就是 你如果做核蘇的 像 這個 麻豆 麻豆蝦 他是經過王家祥 王家祥 那個 豆粉蝦 那個故事 大家 我了解一下 他是經過王家祥 那個 豆粉蝦 那個故事 所以 就是說 核蘇的研究 變成修索 變成劇本 然後變成點亮 我相信台灣這個土地 會利用得很豐富 塞德克巴萊 其實也證明說 台灣人 怕會出 有 價值的 點 今天 在這個 辦公店裡來 我們來 真 很高興 那麼 曾偉忠 這個 他就變 他就給我們做研究 今天有要說 一個 是出名的題目 各位可能這個題目 也有出名 大家都知道 這個 安平 對雙修 安平 對雙修 大家都幾乎會唱 這個 過去我在唱 這個 安平 對雙修 都會想 一定沒有這個人 因為這個 這段歌 是很後面 才出來 劍勞 從這個安平 對雙修 是劍勞才出來 所以 我就想 這劍勞下來 這個安平 對雙修 這個故事 一定是假的 這個荷蘭的文藝 這個金燒者 還有什麼金氏姬 我想 一定是假的 但是 曾偉忠 今天 要跟大家說 他找到的歷史 到底是不是 這個故事 他來跟大家說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趣的 這個故事 如果是真的 不得了 怎麼會打電 我想這是很趣 在那裡 感謝大家 共同的分享 這個 台灣書的故事 不是都很污漏 很無聊 其實 我覺得台灣書的故事 是很趣 的 台南這個土地 就是 走到那裡 都有故事 這就是趣的所在 謝謝大家 謝謝